下一個是以前在國邊版有寫的 但很多版本並沒有講 但是我們還是講一下 就叫做墨水的蒸餾 這個瓶子裡面放火墨水 在蒸餾瓶裡面去加熱 加熱的時候有氣體會跑出來 經過禮蔽式冷凝氣冷凝 收集它這個液體 然後呢 那這個東西一組一組 然後它分開也是利用廢品的不同 這個方法叫做蒸餾板 這方法叫蒸餾板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口裡會受到一些液體 我們檢查它叫什麼碗葉 它該去水 然後我怎麼知道是水 我們就用所謂氯化雅菇柿子 補水氯化雅菇變成油水氯化雅菇 顏色會發生改變 藍色會變成粉紅色 我們知道這碗葉叫做水 這碗葉叫做水 然後呢 這蒸餾瓶你會剩下一些色素 色素把它刮起來 放到氯子上 然後滴管滴水 啪啪啪 你就發現它會變成一圈一圈的 然後呢 因為所謂的附著力不同 附著力小的就跑到比較外面 結果大概跑到比較裡面 這個方法叫做氯子色層分析板 氯子色層分析板 所以就是把它的色素分離 我就知道那個色素也是一個混合物 有很多種不同的色素 融合色素 那個氯子色冷靈氣 以前是有交的時候是一個重點 重點在它有兩個出入口 我問你說要怎麼放 我們的冷水從下面進去 溫水從上面出來 這跟對流有關係 因為對流的時候熱的會往上走 冷的會在下面 所以我們就按照正常的狀況 冷的在下面熱的從上面出去 這樣就不會自己跟自己打架 所以我們就問你說 冷水從它裡進去 溫水從它裡出來 這是禮蔽式冷靈氣的一個重點 OK 那麼 這邊有一個溫度計 溫度計 然後放在那個支管的分岔口 放在這裡的目的 是要你確定你量到的事情 是跑出來的蒸氣的溫度 然後你發現它是100度 就知道它是什麼樣子 是水 所以你有兩個方法知道它是水 第一個是 因為這個蒸氣的溫度是100 所以被點是100 所以它是水 第二個是綠瓦雅菇式檢查 它就是水 它就是水 所以我們說這個溫度計 要放在這邊 好 於是我們就停車站借問 這個 這個儀器叫做什麼名字 我剛才有告訴你了 叫做八八八八八 帥哥南無 這個人不在 帥哥南 這裡都沒有帥哥南 吹把都沒有帥哥南 那玩意兒叫做什麼 禮碧式冷靈器 請坐下 這個玩意兒叫做禮碧式冷靈器 請問你冷水從哪裡進去 溫水從哪裡出來 來小女生 No.4 4號 冷水從上方還是下方 冷水要從下面進去 溫水從上面出來 為什麼從B進去 從A B進去 為什麼這件事情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它符合八八八八什麼狀況 帥哥南 30 要95分 那傢伙看 那個什麼對流 因為那個對流的 可以啦 對流的時候 熱的位上去 冷的位 下來 然後我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要放哪裡 我跟你說它要放哪裡 那裡是哪裡 那裡是哪裡 來小女生 以內人 放哪裡 你跟上 放在這裡面是什麼 我 我跟你講 不叫開口 我跟你講 那是支管的那個位置 來 請坐 最後 收集到的氣體是什麼東西 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那玩意兒的 最後那個議題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 它是那玩意兒的 你怎麼知道的 你靠什麼檢驗知道的 不會喔 五 四 三 二 一 那玩意兒是誰啊 那玩意兒是水 你靠誰知道的 綠化牙菇 市值 就知道了 我跟你講過了嗎 OK 有人問問題嗎 沒有 很好